7月底有一名单亲爸爸酒醉倒卧在路边 被一辆白牌计程车碾过 但是驾驶没有下车查看 反而是倒车二度碾压死者后逃逸 那么也没有报警送医 让这名彭信男子最后伤重不治 检察官认为撞人是业务过失伤害 而倒车碾人是杀人行为 最后将他以杀人等罪嫌起诉 合罪的男子走路摇摇晃晃 一个亮枪倒在地上 不久后银色轿车一个不注意 直接从男子身上碾过 驾驶似乎知道自己压到了人 但却没下车查看 反而倒车离开 躺在地上的男子又被轮胎碾压了一次 受到二度重伤不治 死亡的彭信男子是年约50岁的胆情爸爸 7月底和友人喝酒聚餐 朋友将他载到家里附近 但他不生酒意倒卧在路边 没想到这一躺就再也起不来 检察官认为照顺的严信 白排继承车司机 第一次撞人可以算业务过失伤害 但倒车碾人则是杀人行为 车子严重晃动还变成不知情不合常理 将他以杀人等罪嫌起诉 记者何孟倩 吴宜珍新竹采访报导